我們在開 Powerpoint 的時候 剛才聽到大家的分享 我覺得我們真的應該要搞 workshop 的 因為真的大家互相溝通才會多些去了解 無論是 sending 或者 receiving 各有各的困難 譬如剛才我們那組 其實縣校縣校之間原來不太容易說 collaboration 更加煌烈說學制、機制等問題 所以我今天除了這些困難之外 其實中間我們也有聽到 或者我們的 speakers 中間也分享了很多東西 譬如我們那組 Felix 也有分享 其實我們每年都收完之後 又拿了 syllabus 自己做了一個 record 這些已經認的東西 其實是放了他們的網站 但是據我沒有了解錯 你也放了上我們的網站 就放了上我們的 QR 那裏 那我又要再一次去介紹 其實我們 VQ 和 Akin 組的合作 其實正正是想將 CAT 這些東西 去 promote 成為一個 culture 應該是我們20年開始去合作 中間我們也有拜訪過不同的縣校 其實也挺難的 難處在在大家就會知道 自己是這一行都 究竟 Publish 是縣校考慮自己會讓人覺得我收了什麼學生重要 還是學生知道自己可以走那條路重要呢 所以今天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想 promote 的這個 culture 是什麼 今天有我和我的同事是惠儀在這裡的 這本書其實我們是一份叫官方文件 就是政府推這個 CAT 的一份文件來的 在 QF 的網站應該下載了 其實上次如果有出席的同工 我們上次都有大概介紹過裡面的內容 但是對於一些新來的同事 或者我們其實剛才口裡都經常說了一件事叫 CAT credit accumulation and transfer 學分類適合轉業 其實這裡正正就是不僅是他學了那件事 類似的學分 重點就是這個學分可以讓他繼續去用 如何去transfer 如何去recognize 它 QF 當然就是我們現在的認可機制 在這本書裡面說的 在QF 底下那個 CAT 推動的目的 是為了什麼呢 其實最重要就是那個credit 你可以recognize 它 可以transfer 它 而減少重複學習 而減少重複學習 剛才也聽了很多令人深吹的個案 其實既然他花了一個努力 為什麼又不可以去認到他呢 為什麼他一定要去重複學習呢 正正也剛才有分享過 其實業界很多在職的人士 都是需要不斷進修 都是需要不斷進修 香港二千年開始已經說中生學習了 已經 但是這個中生學習 是不是只在學校裡面才可以中生學習呢 出來做事 那個中生學習怎樣去推行呢 其實這個CAD 是一個很重要的Policy 在這本書裡面 其實介紹了八個原則 六個階段 所謂八個原則 其實上次我們也有大致說過 當時有很詳細說 所以我現在就不再說了 但是我有幾個項目就想重複一下 第一個項目就是 其實我們推動是一個 所謂transparent 的文化 就是你要公開出來 你要讓人知道 因為你讓人知道 最主要是學生要知道 或者剛才說很多同工都分享 他要舉手 告訴院校 我想申請transfer 但是如果他從來都不知道 原來他的credit是認的 那他為什麼會申請呢 其實學生仔都是懵懵的 就是他跟著這條路一直走 原來他不知道他其實可以申請transfer 另外就是 剛才我們也有討論 除了很正勞 你讀完這個subdegree上degree 這個叫formal education之外 其實在職的人士 甚至在讀書的學生仔 其實他都會有一些 nonformal和informal learning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搞exchange 為什麼我們又要他做placement 其實這些都是某程度 是透過一個informal的途徑 他掌握那些能力 去經驗那個學習 何況是在職的人士呢 但是我們現在的credit 似乎都是比較formal那邊 就是容易 好像大家比較理解了解 就容易去recognize 但是其實正正特別是在職的人士 他有很多這些nonformal和informal learning 如果我們是想推動中生學習 我們不承認他 其實那條路他就死了 他就走不上去了 當然我們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這些全部都是要經過QA mechanism 所以這個我們不是說 我們要承認他的credit 我們就要犧牲了 什麼人都進來 而是真的 就是剛才也有聽到 無論你blogtransfer也好 或者真的花很多功夫 去跟他對的sillabus也好 其實這個就是正正的QA 確定那個學生 我承認他 收他 他是出門口的 他是真的有足夠的能力 去完成那個學業 另外 程序上面 就是所謂六個階段 簡單來說 就是你建立一個機制 然後一個程序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其實整件事 我們是說一個transparency 就是我剛才提到 為什麼我們要推動這個CAD 就是希望 其實一向 特別在學界裡面 在大學裡面 credit recognition 和credit examination 是由來已久的 就是我這樣的年紀讀書的時候 已經有何況 即何況現在 只不過就是有多少人知道 還有多少人知道要怎麼做呢 所以其實那個transparency 是需要讓學生知道 因為學生是必須有這個information 他才可以做一個informed decision 即是真的他 就算他不可以一步 用first year first places 進入到大學 讀四年的學位 但是他起碼知道我二加二 那個起步點那個二是什麼 那麼他要知道原來有一個articulation arrangement 或者有個possibility 那麼他才知道他第一步應該怎麼選擇 那麼我覺得我們推動CAD 最重要就是學生知道他條路可以怎麼走 起碼的possibility 知道是怎樣的 所以在我們QR上面 其實我們有三個類型的CAD information 第一個叫CAD Line 有一個橙色的公仔 其實就是institution level 我想在座基本上全部都有的 即是在院校的角度 你已經有一套CAD policy去承認學分的了 不過我想在推動的時候 我們特別說就是Cognitive Group of Learning Programs 因為我們理解這個credit recognition 其實不同大類的學科 或者discipline可能是有分別的 所以雖然我們說有institution level的policy 不代表一套Possibility 不代表一套Possibility是所有program 特別是大校 你有這麼多program 是不是所有人都寫同一套語言呢 就不一定的 那個類別 譬如最明顯就是你undergrad 和postgrad 你雖然有Possibility 但是你的Possibility 那個exemption 是不一樣的嘛 所以這裡就是說 我是有這一套Possibility的 那些叫Sending Qualification 譬如我們現在一直在說 你由10Degree上Degree 就是認一些program 但是呢 剛才我說過 那個informal learning 都是很重要的嘛 所以我們有另一個類別 就叫CADR 就是說它現在是從業員來的 那它從香港行業做了十幾年 大家不可以想像那個從業員 一定是很低技術的那種從業員 因為香港現在去到 有這麼多學生 拿著一個所謂high-end qualification 都是說近些十年的事 但是十年前呢 其實他們可以中學畢業之後 都可以做到很多很不錯的工作 所以當時他都可以有一定的能力累積 在他行業裡面累積 無論設計上面 無論在工程上面 可能他當年畢業都沒有Degree 但是他都已經有那個行業裡面 有一定的能力 而他想繼續無論在工作上面進升 或者繼續去進修 那就可以透過這個RPL的機制 Recognition Applied Learning 去拿回一個相應的QF 剛才一路說的QF Level的SERT 不如他拿回一個QF Level 3 就可以讀一個Level 4 拿到LF Level 4 就可以再進升去讀Level 5 究竟我們能否留夠 將業界的人 或者他有的資歷 可以進入所謂的 Academic Studies 我們希望這個QF 不僅是給10Degree上Degree 就是業界已經有Level 4的能力 只不過他在某個專業裡面 我們都可以推動他繼續進修 所以我們在QR上有這三類課程的標示 這就是我們的QR 我請惠儀介紹一下 究竟我們在QR上面 如何去看這些資料 謝謝Anne 我們現在就可以做一次示範 告訴大家 我們通常在QR上 可以如何接觸一些CAT information 我們之後都會邀請你們 去填寫一張Performa 去進入所有計劃的CAT information 我們就拿了一個PolyU 其中兩個計劃做一個例子 剛才Anne也有說過 那些GENERAL CAT information 就未必說一個PolyU 是配合所有計劃的 所以你也會看到 其實譬如我拿了一個是Lersing 他們的Lersing 他們的CAT information 就會跟本身PolyU UGC分的這些program 是有些不同的 他們都會列明他們 會收什麼 學生 他們的Credit transfer 那個Percentage 是怎樣的 然後 還有 他們還有一個細分的 SpecificCAT information 就說一下他們這個program 他們Specific 會收哪一類的學生 和他們對學生的能力的要求 另外他們還有 這個就是他們PolyU之下 還有另外一個program 都是有自己一個GENERAL CAT information 這個就是環境工程那邊的 他們都是有寫明 他們會接受什麼學生 這個program 最重要的是 下面還有一個part 2 就可以填寫你們 究竟那個program 一個Specific Program 我們會叫做一個 Receiving Institution 那邊 他們Receiving Program 那邊 會收什麼的sending qualification 譬如學生為例 這個也是在現有我們QR上的data 那他們呢 就會Specific 會收 這個CC College的associated in health study 跟著 還會收 香港公開大學 李嘉誠專業進西學院的一個 高科文頻 那這些 他這兩個entry 都會在QR上 已經得到認證 那現在填寫了之後 其實在QR裡面 我們下的data的時候 其實是雙向的 那麼 那 Receiving Program 那邊 下了說 我會收這個sending qualification 那麼 在這一個program 那裡 就會見到 他們是備受認可 他們是可以傳輸去 另外 會傳輸到 去這個nursing 另外 最後環境那邊 都是這樣 都是同一個道理 那 因為這張form 我們就會分開 你 獨立一個receiving program 填寫 你整個list的 那麼 我們在QR上面 可以搜尋 那個record來看 譬如按 Advanced Search 跟著 再按 這個 那 用QR 擺一搜尋 這個是 那個sending qualification 的 譬如我按 這個associated health study 那你們會見到 整個program 就是CC college 然後 你會見到 他自己 本身 他是under 有個cat eye 但同時間 他也是一個sending qualification 來的 你按進去 就會見到 其實這個 associated in health study 其實他們是 在QR上面 已經有 一些 一些 個list的 receiving program 去認受了 他的 那我們又可以在這裡找回 譬如PolyU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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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進去 你就會見到 他們 他們 是一個 CADP的program 再按進去 你又會見回 其實他們 他們會接收一個 叫 Transfer from 這個 HCC 去做 這個 去收到這個program 然後他們下面 就會列在了 剛才那張 所填寫的 一些general 和specific CAD information 在離間 我們都會有 CAD的collection exercise 到時就會 發電郵給你們 各大的院校 謝謝 惠兒這個示範 這個正正就是 我們怎樣去推動 所謂transparent的文化 就是說 剛才我們討論了這麼多 正正都是想幫學生 鋪一條路出來 鋪了這條路 是要讓他們知道 他們才可以有一個決定 所以在QR上 我們就會收集這些資料 然後 我們現在收集 就是以 取得的 例如 學生的級別 去收集的 正正剛才說 你過去收生 已經有這個track record 你就可以給我們 我們 我們就會放上去 我不單止放你的list 其實 那個sending 的qualification 我都已經掛了 所以如果學生看 如果學生看 例如剛才 Nursing Kin的Nursing Program CC的Associate in Health Study 是可以承認的 學生選了這個之後 他會看到 其實他的出路 還有十幾個program 學生就會更多 學生就會知道 就算最終 不是讀了一年兩年之後 發覺 未必是想理想 可能是另一類的 健康研究 可能繼續去 醫療研究 或者其他 他會看到 我還有其他出路 不是說我只有一條路 就看到這樣 就只能這樣走 這就是我們希望 可以推動給學生 有一個 informed decision 剛才阿維也說了 我們正正會收集資料 所以我們這個星期 應該會發送一些電郵 回到各大院校 如果院校來說 應該到你們的教務處 即我們的隊友是教務處 教務處就會收到 剛才那張照片 我們會給大家 一張 planned form 如果你哪些program 已經有這些資料 你想放上來 就像剛才阿維也那樣介紹 即你的institutional policy 有什麼東西在那裡 你個別program 有什麼articulation的pathway 已經有的 或者你已經知道的 那你就可以放進去 但是呢 坦白說 因為我們是傳到教務處 我們在在應該有一半是 MV staff有一半是program team的同事 所以在這裡 我也鼓勵 或者可以給一些資訊 program team 其實下個星期開始 你的教務處會收到這些資料 如果他還沒有傳到你那裡 你也可以主動聯絡他們 我們就填了那些資料 其實institutional policy 大部分 大部分院後 都有你自己一套 我猜這個教務處 可能都已經幫到你了 除非你有些adjustment 譬如你會收到某個discipline 你自己會adjust 然後最重要是 你有那個表 即有什麼program的articulation 我們就預期會一月尾 就會收回大家的form 我們會檢查一些資料 特別是跟QR 因為我們所有都是所謂recognize 的qualification 所以我們會核對那些QR的資料 OK的話 其實我們在二月 就會幫大家一次過 上去 二月也是一個好時間 因為二月也是大家 開始收生的program campaign開始 也希望趕得及那個時間 否則我們第二回合 六月前也會幫大家上去 所以這個也鼓勵大家 因為可能我們過去的QR 我們能夠接觸 大部分都是教務處的同事 藉著今次跟Akin這個合作 我們很開心可以接觸到program team 因為program team 才是真正是搞這個articulation 或者這些sy admission的同事 你都了解到你收到什麼學生 所以也希望透過今次的機會 和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把你的資訊 給你的教務處 我們應該是一、兩月之間 就可以幫大家上去QR 我們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進去的 好, 兩月之間 我們下一個多兩月之間 大買的